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们备好银两 等我坐上当家人 不日便可交易 遵命 走 想不到 林青岚那家伙 是真的傻了 这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是 林青岚从小就出类拔萃 表面上温和有礼 实际上心高气傲 极度要强 今天在翠华楼 我让她出了那么大的仇 她不可能忍得下来 原来是这样啊 公子 你可真有办法 老太婆和小东西那儿怎么样了 可千万别出岔子 公子放心 我已经给他们用过药了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婚室 好 等我真正当上林家的当家人 就送他们上路 公子要把他们全都 怎么说 他们都是你的亲人 再说林小姐今年才八岁 你在替他们求情 杨柳不敢 放过他们 谁放过我 老太婆的娘家在京城 可是一等侯爵位 虽说这几年没落了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要是被她找到机会 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 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可是 赵泽瑞 你进来就不会敲门吗 赵泽瑞 你今天对少爷做了什么 怎么 怎么 我可是把她毫发无损就送回去了 毫发无损 她今天半条命差点没了 我只答应过你不杀她 我没说过还要哄着她高兴 赵泽瑞 你这个混蛋 你说话不算话 你别忘了 你有今天 是靠谁帮你 今天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你是我应得的 还有 你最好给我记清楚 想要那个小傻子活命 你就给我老实点 滚 你给我等着 公子就不怕她恨上咱们了 到时候把她一起处理掉 这段日子太忙了 都没顾得上好疼 你快点 你不过 我 你会 你不过 你会 你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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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过 跳跳 跳跳 来来来来 来 怎么回事 劳烦刘之府亲临府上 不知赵公子今日叫本官前来 有什么急事啊 刘大人明察 赵某是想请刘大人赏脸 做个见证人 将林家的当家人便更成我 现在全城都知道我表弟亲来 是个傻子 只要刘大人肯为我做宝 那底下那些人 就再也没人敢说个不辞 本官与林家那是世交 要本官这么做 未免也太不尽人情了吧 这样 大人 等一切成定局之后 我将林家财产分您三成 如何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您家这么大的家业 确实需要一个人出来主持大局 我看赵公子你就能担自大人 只是这个林青岚煞病时好时坏 这个林老太虽然年纪大了 可也不是省牛的灯啊 大人放心 事成之后 我会让他们所有人都消失 绝不给你添麻烦 好 五日之后便是渝州商会召开的日子 我会将所有相关人等 全部召集到林家 到时候就看赵公子你的了 那赵某就有劳大人了 你别怕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怎么安排的这些 不知道 这刘大人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好好的商会不开了 把咱们都叫到林府来干净 这倒也罢了 关键下一点 林家老太太早不在了 这是 不然就是说 你们要去催一下 来了来了 来了 诸位 今日冒昧请大家前来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宣布 我家老太太染重病 不能理事 表弟青蓝 头脑心智如同幼童 更是无法担当大任 因此 林家以后所有的大小事务 都有我赵泽芮来负责 还望大家多多关照 当日我在翠华国 确实看见了这林家大公子 行为不简 此事不假 刘大人还在这儿 为什么林家最近突然 出了这么大的事 谁知道 好 马上来 好 马上来 走 走 诸位都是渝州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说 不要私底下意问 刘大人 刘大人 前些日子我和林公子还做过生意 看样子他似乎没有问题啊 晴蓝贤之言 你可曾见过这位孙老爷 便跟他做过生意啊 没有 这 不是 这真的 这不是一个 诸位 大哥放心 你们都是渝州城 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是为了渝州城 做过贡献的经商寄民之财 本官 身为渝州城的父母官 自当不会跟各位 有所托辞 实不相瞒 本官与林家已故的大当家 和嫂夫人 那是故交 关系亲厚 清兰贤侄呢 也是本官 从小看着长大的 不曾想 如此经营良善的林家 见日会突发如此多的变故 事事难料 事事难料 林老太太 她一再强调 让本官 召服召服她孙儿 因此本官 斗胆代表林家 再次宣布 从今往后 林家的大当家 就是赵公子 赵泽睿 无数八道 可以 法官 得罪 得罪 不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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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真相是 赵泽睿 与刘仲衡 狼狈为奸 妄图 慌图吞我林家财产 还想害我全家性命 对 大家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不是好人 说得对 不是好人 好 子女假冒神梦君 乃是官府缉拿的江湖骗子 林劳太太受其蛊惑神志不清 你们动一下试试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林公子 这是你们的家属 孙某先告辞吧 阿财 你跟奶奶是个安全的地方 好 快快快 你们不要让他小心 快快快 去吧 快快快 快走 快快 相公 你们是不是来晚了 不早不晚刚刚好 这几天我一直瞒着你 你会不会怪我 不会 你帮我找到杀父仇人 我谢谢你还来不及呢 没错 来得刚刚好 正好一起受死 来人 刘大人 终于装不下去了 那又如何呀 我已将你贩卖私言的证据交给朝廷 以后啊 我就管你叫跳跳 嘿嘿嘿 跳跳 跳跳 是跳跳 嘿嘿嘿嘿嘿 跳跳 这是我发现跳跳的时候在他身上找到的 你看看吧 梦军舞儿 膝下成欢实在 甚心甚畏 紧遭奸人陷害 骨肉分离 刘仲恒灭我满门 欲配那有证据 此书仓促 不敬祥耳 我愿我儿一生安乐 梦 梦美玉 原来 娘子就是这玉佩的主人 沈梦军 放心吧 臭小子 既然 你已经跟跳跳入了洞房 成为了夫妻 嘿嘿 那你身上的毒啊 自然而然的 就减了一大半的 再加上我的独门解药 嘿嘿 你服上己服之后啊 这以后 外面的这些个 这些一般的毒药 对你啊 一点作用起不了啊 嘿嘿嘿 多谢沈师傅 青岚 还有一事相求 你说 跳跳她本性纯良 事关她父母的血海深仇 今天这番谈话 还请您继续保密 此事交给青岚去做 好 你马上将这封信 送到京城 交给丽木侍郎风大人 这是刘仲峰 贩卖私言证据 切记不可假承他人 下去吧 是 少爷 少爷 明天我们出去玩 再买好多好吃的 跳跳 对不起 我 这里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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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刘某一生谨慎 却败在你这个矛头小子手上 不好了 官兵来了 慌什么 给我上 别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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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岚 想不到你这么能忍 好 今天就和你做个了断 别跑 别跑 别动 不动 不动 别动 相公 对不起 我错了 你别乱动 阿静放下 放下 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动我女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十年前你的父子在我的手上 十年后的今天我要让你们全家团聚 都要过去 霍凯狱 有什么事冲 雷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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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这是你第一次抱巧儿 你装杀的时候 整天和巧儿待在一起 那是巧儿 是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我以为 我马上就可以嫁给你了 少爷 你告诉巧儿 如果没有沈盟俊 没有沈跳点 你会不会 会不会 赵紫睿 赵紫睿 我林家从未归待过你 为何你会这样 住口 你起来 我从见到你的爹燕姬 就恨不得你死 你什么都是林家子孙 你就算折了傻子还是大少爷 我 求求其量 还是得不到老太婆的承认 我就是想拿回赎云我的 难道不应该吗 好 我 我就是想拿回赎云我的动静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破不立 当断则断 杨柳 你做得很好 虽然多了颗弃子 但好戏还未散场 真没想到孟军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往事 真是苦了这孩子 幸亏遇到沈师傅你这个贵人 别别别 才能有今日的造化 这孩子呀 我早就跟你说过 服大命的 于是总能逢凶化吉 阎孟爷见了他都得绕道走 是啊 他能听完人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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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了 正主冒名 乌龙披驾 你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少奶奶 玉佩修好了 物归原宠 小王哥 谢谢你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诺华无依 曾经我柳长白 转流水又击 我的怀抱 我总怎么抹去这如鸡 生命若流失而昏停在这原地 恨不得坠入你难以忘 诺华无依 好 下期下期 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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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辛苦了 谢谢老师 走吧 谢谢老师 下期 山上的众生木长光 风光天为亮